这是一位26岁的女model 她体重45公斤已经很轻了 却还是想减肥 就到了台中一家非常知名的减肥诊所看诊 结果看到排队延潮很多 而且护士告诉她说 抱歉哦 你要排七个小时才会轮到哦 结果呢她受不了 她就想到了一个方法 她就假冒诊所的护士 守在门口 结果呢一个患者已经好不容易哦 排了很久的队 拿了药走出来之后 她就上前说 哎你的药拿错咯 我帮你换药哦 结果对方不也有 她把药交给她 她拿了药就跑 就这样子抢走了别人的减肥药 但问题是这减肥药 应该是每个人该吃的不一样吧 她就抢走了 自己到底能不能吃啊 穿着白色上衣牛仔裤 戴着口罩的曾姓女子 看到减肥诊所外大牌长龙 她观望着不急着挂号 反而跑进诊所里东张西望 发现一名患者领了一大包药 立刻跟在患者后面下手行骗 假装说我是里面的护士 刚刚我们诊所包错药 我要帮你的药拿回去换 这家诊所护士都穿便服 患者不宜有她 把药交给了曾姓女子 女子把价值六千多块的减肥药片到手 快步走向停车场 开车离开 证明减肥诊所一开门 就是大牌长龙 求诊人数多 排队可能要排到七个小时 其中不乏身材纤细的患者 而二十六岁的曾姓女子 是展场摩特 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 还想要更瘦 维持窈窕身材 却不愿排队等待 下手行骗 也不怕吃别人的药会伤身 被诈欺罪嫌移送罚办 记者陈一诚 谢谢中台中报道